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玩笑回应 但私下透露 给的鱿鱼比较大只 只是在往南部风景区走 张化八卦山风景区 烤的是干鱿鱼 一整只也卖一百二十元 还有早就贵出名的墾丁大街 这两只一八五 不是三只一百吗 三只一百就这么小的 明明招牌上写三只一百元 但是其实是小鱿鱼 想吃大鱿鱼 两只就变成一百五十元 北中南三大风景区 价格已经比观光市场贵出许多 像是基隆庙口 一只只要六十元 桃园 竹围 鱼港 一只九十元 台中风景区夜市 大海怪一只才一百元 都比风景区便宜 就因为风景区 所以那个价格 当然会比较贵一点 就是其他地方买都比较便宜 就不会特别在这边买 看着风景区人潮多 业者不怕定高售价 但如果过了头 不止流失本地客生意 也在国外观光客街 伤了自家形象 三立新闻 终合不到 好 接下来这个案子 本来一二审的时候都判死刑 但没想到最后一审的时候 竟然无期徒刑